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个典型 防御能力差是指城墙矮 占地面积大 但人口少 但是交通却是四通八达 当时运河上的船可以直接开到城里 而且城内空地很多 当时原大都居民都集中在皇城附近 北土城与二环之间就是一大片空地 基本上没有建筑物 但驻扎着很多驼毛毡房 这些驼毛毡房 加之金顶装饰 阳光照耀下金灿灿一片 煞是好看 就是这里 但在明朝的时候 这里被化成了郊区了 原大都实际面积是明出北平的两倍 还要多 今天的人们凭借想象绘制了这些 原大都复原图 但都没有考虑到 北面还曾经有过驼毛金顶毡房 毡房与毡房之间会有一定距离 所以就没有留下太多叫胡同的地名 所以大都城里叫胡同的地名 都集中在皇城周围 也就是今天的二环以内 胡同一词在蒙古语里 一共有三个处处 第一个是水井 比如希腊胡同 史克利安胡同 马良胡同 都是指水井 第二个处处是巷子 比如 女儿胡同 曲真胡同 梦葫芦罐胡同 都是指巷子 第三个处处是指军队的银盘 Hot 这种地名非常少 只有一个扁单胡同 扁单胡同的意思是Bentihot 也就是一个千户掌的银盘 除了扁单胡同以外 从今儿起 我会分门别类的给大家讲一讲 大都城里的胡同 哪些是水井 Hotek 哪些是 巷子 我都不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 丈量世界 一个地名 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 讲历史 另外一段历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